实际上改革开放无非是两个结果 第一个结果就是社会主义的权益之计 通过市场化的改革,发展经济 等你壮大了实力之后 最终再去实现社会主义 第二个情况,改弦更张,放弃社会主义 通过和世界结轨,变革社会制度,实现现正民主政治 中国一开始就没有搞清楚你改革的目标是什么 这个问题你没有争出个结果来 稀里糊里往前走 现在就下场 所以中国人不较真儿的这个毛病,在这里就酿成了大祸 如果当初争下去,把信思信社这个问题争出个结论来,至少你不会等习近平上了台 你才发现中共原来是要搞回社会主义的,他要搞回社会主义,跟他玩了干什么 现在的效果就是改革开放 给中共续了命,中共从建政到目前 中国人民 并没有得到宪法赋予的政治权利和政治地位 我在那里探索内人wi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